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个引人注目的议题 这些议题不仅影响着政坛 也在全球舞台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响 首先我们将分析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米奇 麦康奈尔在即将出版的传记中 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私下评价 麦康奈尔暗示特朗普是一位愚蠢 可恶的自恋者 这些言论可能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被民主党利用 麦康奈尔的言辞揭示了他与特朗普之间的深刻裂痕 尽管他仍然在2024年选举中支持特朗普 这场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将如何影响共和党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会关注美国政府在对伊朗制裁方面的政策失误 拜登政府的制裁策略受到质疑 许多专家认为这使得伊朗的军事行动愈加频繁 并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 我们将讨论这一政策如何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并探讨拜登政府面临的挑战 最后我们将谈到拜登政府在学生贷款减免方面的努力 尽管面临法律挑战 拜登政府已经为近500万人提供了1750亿美元的减免 这一政策将如何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麦康奈尔即将出版的传记《权力的代价》中 作者麦克尔·塔克特揭示了这位通常沉默的共和党领袖 对前总统特朗普的私人评价 麦康奈尔在2020年选举后 私下称特朗普为愚蠢、可恶的人类和自恋者 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对特朗普个人行为的失望与不满 此书基于麦康奈尔的录音日记和多年来的访谈 将于10月29日推出 这个时机恰逢选举前夕 可能再次激起共和党内的分裂 麦康奈尔与特朗普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特朗普曾称麦康奈尔为阴沉 愁眉苦脸的政治小丑 而麦康奈尔的私下评价 则是对特朗普最严厉的批评 尽管如此 他仍然表示支持特朗普参加2024年的选举 这似乎显示出他在权力和个人信仰间的挣扎 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前 特朗普积极推翻选举结果 这让麦康奈尔担心共和党在乔治亚州的两场不选 最终导致民主党获胜 麦康奈尔对特朗普的行为感到愤怒 认为这凸显了美国人民的良好判断 他们厌倦了虚假陈述 于是将他解雇了 同时麦康奈尔对特朗普的自恋本质表示愤怒 认为这使得特朗普在选举后的行为更加失控 他的自恋行为变本加厉 因为他完全没有过滤器 即便如此 麦康奈尔担心公开反对特朗普会进一步分裂共和党 麦康奈尔的愤怒 在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后达到了顶点 他与国会领导人躲藏在安全地点 并在事后的发言中强调了国会面对的严峻挑战 这次失败的叛乱 仅仅凸显了我们面前的任务 对我们的共和国是多么重要 他对工作人员的讲话中 透露出深深的感激与悲伤 这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分水岭 麦康奈尔对特朗普的公开指责 随之而来 他在参议院辩论中表达了 对特朗普的实际上和道德上负责的立场 然而 他在弹劾投票中支持特朗普 这一矛盾行为显示出政治现实的复杂性 及其对党派忠诚的考量 在麦康奈尔的政治生涯中 特朗普的影响力 使他在领导共和党时面临重重挑战 麦康奈尔曾告诉副总统拜登 对特朗普的当选抱有疑虑 并预见了他可能带来的麻烦 这本书揭示了麦康奈尔在特朗普上任后 一些重大转折点的内心想法 这些想法通常不被外界所知 回到2017年 特朗普公开批评麦康奈尔 两人之间的矛盾升温 直到特朗普邀请他到白宫 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 才暂时消解 在新闻发布会上 看起来比特朗普更有知识 并不难 麦康奈尔说 这次事件后 他又成为了特朗普的新好朋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麦康奈尔逐渐意识到 特朗普不太聪明 易怒 恶劣 尤其是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 麦康奈尔将众议院共和党 失利的责任归咎于特朗普 到了2022年 当特朗普继续对他进行批评时 麦康奈尔反而认为 这对他的声誉有益 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在国际和国内 问题上的挑战也不少 尤其在面对伊朗的制裁问题上 拜登政府的政策遭到批评 根据Economist的报道 拜登政府试图 重启与伊朗的核协议 不仅被示威让步 还削弱了美国制裁政策的效力 令伊朗的军事行动愈发频繁 这一情况让美国的盟友感到不安 尤其是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明确表示 对威胁以色列安全的行为毫不留情 这种强硬立场 让美国在外交上陷入尴尬 拜登政府面临着 如何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 并需要重新建立国际社会 对美国制裁政策的信任 在国内 拜登政府同样面临挑战 CNN报道指出 拜登政府推动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 在法律上遭遇挫折 但仍坚持提供超过1750亿美元的学贷减免 汇集近500万人 这一举措 主要针对公共服务工作者 尽管遭遇法律阻挠 副总统哈里斯仍表态 将继续为学生贷款减免奋斗 拜登政府的学生贷款减免政策 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形成鲜明对比 拜登的教育部 对许多拿到PSLF计划的借款人进行支持 表现出对教育公平的重视 教育部长卡多纳也表示 过去的政策让借款人感到失望 拜登政府正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这些政策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信任 并让更多借款人看到曙光 然而 拜登政府在制裁伊朗 和提供学生贷款减免上 都面临着共和党的法律挑战 这些内外困境 都在考验着他的领导力 和政策执行能力 在多重挑战下 拜登政府如何在国际舞台 和国内改革上取得平衡 将是未来的关键所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都知道 麦康奈尔私下称特朗普为愚蠢和可恶 实际上展现了他政治智慧的一面 正因为他的沉默和不公开 这些言论在合适的时候曝光 无意降影响特朗普的支持率 你瞧 这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不出山则已 一出山便是惊天动地 这是麦康奈尔精心策划的一部棋 意在为共和党的未来铺路 而不是为特朗普的荆棘之路 添砖加瓦 哎呀 楚天书 你这是给麦康奈尔加戏啊 事实上 他的私下评论只是在背后嚼舌根 这就像曹操背地里骂刘备是人中之龙 表面上却笑脸相迎 麦康奈尔既然支持特朗普参加2024年选举 那这些批评有何意义 说是诸葛亮 我看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谢琪琪 你可别小看麦康奈尔这招 他这样一方面批评特朗普 一方面又支持他 这不就是预改弥彰的高级版吗 麦康奈尔就像是哈利波特里的斯内普教授 表面上是伏地魔的人 实际上却是双面间谍 这样的策略让他在共和党内外都能进退自如 确保自己的政治资本不受损害 楚天书 你这是把麦康奈尔塑造成了狡猾的政客 可惜的是 这种策略可能让他自己也无路可退 你看 这就像西游记里的白骨精 变来变去 最终还是逃不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选民们可不傻 他们会看到麦康奈尔的两面性 这反而会损害他的信誉 哎呀 谢琪琪 你这是低估了选民的记忆力 事实上 政治场上从来都是记忆短暂的游戏 就像春秋时期的范黎 从越国逃到齐国 然后成为逃诸公 政治策略运用得当 反而让他名声大震 麦康奈尔的两面策略 不仅不会让他陷入困境 反而能够在风暴中找到生存之道 楚天书 你可真会给范黎抹黑 麦康奈尔可不是范黎 他的两面性 更像是被捉住的猫头鹰 等到选民反应过来 他可能连自己要拥有的政治遗产都无法保住 搞得再精妙的策略 也抵不过公开和诚实 总有一天 麦康奈尔会发现 隐藏不住的真相才是最大的灾难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这场辩论中 楚天书和谢琪琪 展现了对麦康奈尔及特朗普 复杂政治关系的不同观点 让我们看到了当前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微妙变化 楚天书的论点 强调了麦康奈尔的策略智慧 他认为麦康奈尔的私下批评和公开支持是其政治生存的双面武器 他通过引用历史人物 文学角色来强调麦康奈尔的狡猾 表达了对未来共和党局势的乐观态度 楚天书的比喻将麦康奈尔描绘成 能在风暴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高明政客 这不仅展示了他的雄心壮志 还暗示了他对政治游戏的深刻理解 然而 谢琪琪则对楚天书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驳 他认为麦康奈尔的背后言论 只是在政治大戏中加戏 并不具备时之意义 谢琪琪的论证更为务实 强调了选民的智商 认为麦康奈尔的双面行为 最终只会削弱他的心语 他用传统文学的隐喻 来形容麦康奈尔的两面性 表明他对这种策略的不屑 强调诚实和公开的重要性 总结来看 这场辩论中两位辩手各有千秋 楚天书的分析 展示了对政治策略技巧的深入思考 而谢琪琪则用现实的视角 提醒选民对政治人物真实性的重视 楚天书册重于麦康奈尔的精明策略 夸大了其政治智慧 而谢琪琪则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 警告麦康奈尔可能面临的信任危机 两者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探讨 让我们看到了当今政治中隐藏的复杂性 在辩论的最终评价中 我认为这场辩论提醒我们 政治并不是单一的策略或行为 更是选民信任的综合考量 无论是楚天书所描绘的政治棋手 还是谢琪琪所强调的诚实选择 只有认识到这些动态之间的微妙平衡 才能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 找到更为有效的应对之策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